6月21号,自由日记 我有什么价值?凭什么要路费?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 我就是想去不同的地方 见不同的人,看不同的生活 但有两个问题 第一,我没路费 第二,我不知道去哪里见谁 就想到一个好办法 谁给路费,我就去见谁 既解决了路费问题 又解决了见谁问题 今天,一个人上蒲城摇山 站到山顶 往南可以看见蒲城县城 往北可以看见白水县城 愿意给路费的人 都是真心想见我的 不存在虚情假意 我去了也不存在添麻烦 这是一个很好的相互选择的办法 直接导航摇山 车可以开到山顶 不用爬山 至于,我有什么价值 能给路费的读者 肯定都是看日记多年的老读者 我是什么样的人 看日记,心里都有数 我能想到仅有的价值 就是能写篇日记 让几万读者认识你 好像也没有什么其他价值 如果想让我帮你挣钱 我没这个能力 给路费之前谨慎想好 这就是游戏 钱花了就没了 花钱买高兴的事 不是投资 也互相不欠人情 虽然我心里很想要路费 但嘴上还是要劝大家 谨慎三思 你的钱是宝贵的 我的时间也是宝贵的 都要留给真心想见的人 游戏人间 期待与你相遇 像风一样自由 游戏人间